現在又要來講印度颱風 這個印度颱風目前有三個 一個已經成為一級旋風 它是在爪哇島的下面的南方 本來會超澳洲 但是它往東南方上去之後 又往西開始升級了一級旋風 它目前的位置依然是在這附近 不過它的720高了一點點 速度也快了一點點 它慢慢地走向印度颱風 慢慢過來也增加了一級旋風 相當於初級颱風 在它的前面還有個91S 很好玩 就在它的前面 這個剛形成的勞動 有可能跟這個產生的共換效應 有可能跟這個產生的藤原效應 不是共換效應 是藤原效應 它慢慢地會牽著彼此兩個 可能會結合在一起 這個91S雖然是往東方面走 但是有可能在速度中旋轉之下 兩個都會搞在一起 就形成了成分效應 而且效果可能會增強很多 再來我們看那個93A 在印度洋這個阿拉伯灣裡面 本來是往東南方向走了幾天 今天又開始往西方面走 漸漸靠近灰塑地帶 它將來是不是在灰塑地帶登陸呢 而且它會不會增強呢 你看喔 它已經差不多一個禮拜了 這麼長的時間它依然存在沒有消失啊 正式會常立啊 可見它的後續很強啊 會不會這93A跟91S跟這個什麼 黑體啊什麼派體的 會不會連在一起呢 我這個英文我實在不會念 哪叫做PADTY啊 朋友們會不會念啊 我不曉得這個英文怎麼念啊 哎呀 這個環里名稱叫做稻田啊 我們就叫他稻田好了 它現在是一級旋風啊 一級旋風相當於我們的八級到九級的颱風啊 它會往印度洋這邊繞過來 慢慢從 沙瓦島的下面啊 這樣轉回來 往那個印度洋的中間移動啊 到底它 會不會真的在移動的過程中 要增強呢 結合了91S 變成一個更大的 升到2級3級左右的 旋風呢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印度台湯呢 請繼續收看主持人心看下 氣象看主持人心 拜拜 掰掰